這兩天有外媒報導 中國近期從國際市場上進口的黃金暴增 彭博社說 7月份 中國從瑞士進口黃金打到80噸 是6月份的2倍 5月份的8倍 也就是說 8月之前的3個月 至少已經有130噸黃金運回了中國 而美國一家金融媒體則說 8月份 歐美市場運到中國的黃金可能將打230噸 很多人聽到230噸黃金可能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 但舉個例子就明白了 現在中國黃金儲備大概是2000噸左右 而美國黃金儲備大概是8000噸左右 以中國國家黃金儲備來看 如果8月份從歐美進口230噸黃金 約等於國家儲備的十分之一 這個數量的黃金進口 顯然已經不只是財富的問題了 它直接影響中 歐 美之間的貨幣金融政策 那麼這種安然大規模進口黃金的現象 體現出什麼樣的變化呢 這件事情得從三個方面來說 首先從民間層面來看 中國民間向來有存黃金的習慣 黃金進口增加 說明上半年疫情影響已經開始消退 半封閉狀態的中國經濟逐漸復蘇 慢慢在恢復活力了 對於世界和中國來說 這都是一個好消息 但如果僅僅是經濟恢復 顯然不足以讓黃金進口有如此巨大的增量 畢竟過去沒有疫情的時候 大家也沒如此大規模買金黃金 因此 這事其實還跟國際形勢以及國內政策有關 從國際形勢來看 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今年全球簡直可以說開啟了災難模式 持續不斷的疫情 由於俄烏戰爭引發的能源危機 通脹危機 美國為了緩解國內通脹肆無忌憚的激進加息 包括最近 美國不顧中方反對 讓佩洛西竄訪臺灣地區 引爆台海局勢等等 所有的事情疊加在一起 造成同一個結果 那就是世界局勢趨於動盪 所謂盛世書畫 亂世黃金 雖然現在跟古代經濟環境不同 但基礎的經濟規律是相同的 世界一亂 其它各種各樣的投資就很容易動盪 最典型的 比如石油 過去很多年裡 人們覺得它是鋼曲 油價格不會太大波動 在和平年代這也沒錯 但是戰爭一爆發 各種不可控的因素增多 石油價格就像過山車一樣 在短時間內劇烈波動 這對大多數投資者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因為尋找一種更保值的投資方式 就越來越被人們追捧了 而黃金正是全球範圍內比較保值的投資之一 最後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點 則是世界各國貨幣政策的變化 或者更準確一點來說 是中美關係以及人民幣和美元之間關係的變化 西方媒體炒作中國大量買金黃金 實際上案中指向的就是中國主動出擊 瓦解美國霸權體系 眼下的世界貨幣是美元 而且由於197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後 實際上美元已經不需要黃金的背書 就能充當世界貨幣了 這種大背景下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大量買進黃金 同時還向外拋售美債 顯然是表達了對美國的不信任 根據美國財政部發布的最新國際資本流動報告顯示 去年底至今年6月的7個月時間 中國共計拋售美債1130億美元 持倉總量降到了1萬億以下 為12年來新低 這種不信任對於本就面臨著信譽危機的美元來說 無異於釜底抽薪 一方面 中國對美國的不信任來源於 美國最近在台海方向的一系列越線動作 雖然台灣問題和烏克蘭問題根本不是一回事 但按現代的 美國所作所為來推動 俄羅斯總統普京說 美國就是想要在亞洲複製烏克蘭危機 把中國捲入戰爭中 還是有道理 這種背景下 中美很可能會陷入如今俄美之間的關係狀態中 中國持續持有大量美債 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會成為美國制裁中國的金融武器 既然如此 我們也只能學習俄羅斯儘可能的減少甚至清空美債 避免一旦中美關係徹底惡化 受到更大的經濟損失 另一方面 從全球經濟層面來看 美國利用美元霸權 強行收割世界各國 中國主要經濟體之中 發展最好的經濟體 一直都是美國寄予的對象 現在美國經濟因為通脹以及種種內部問題 已然在崩潰的邊緣了 這種情況下 中國必然需要給自己留好後路 而用黃金取代一部分美元的儲備地位 顯然就是後路之一 萬一美元心意徹底破產 人民幣和其它主權貨幣競爭 世界貨幣的地位 這時候 誰掌握更多黃金 誰就能佔據主動權 當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之所以能把美元變成世界貨幣 就跟當時全世界80%的黃金儲備在美國有關 綜上所述 中國加大進口黃金其實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西方媒體炒作則是給美國 或者說美元霸權體系發警告 但這種警告恐怕以更改全球經濟基礎已經在變化的事實 只能是對美元霸權的最後晚歌罷了 美元加息踐踏發展中國家 印度借3個月 中國免23筆外債 話說美國人眼裡只有知己 這不是說說的 前兩天美國新政策落地 只有在美國本土生產的電動車才能夠享受補貼 一下子讓歐盟和日本懵了 原來美國打造自己的產業鏈 把盟友耍了 儘管這兩個盟友提出了反對意見 美國無視說我們主要管自己 你們自求多福 夥伴如此更不用說別人了 美聯儲的昨天相繼表態 主要是討論今年美國要把利率提高到什麼程度 委婉地說3%差不多了 但更多認為顯然不行 怎麼也得4% 這個節奏就是告訴全世界收割還沒有結束 甚至美聯儲有些人說不要想著加息馬上結束 降息更別提了 實際一點考慮 收割倒也算能扛 無外乎有錢的被多搶一些 沒有的就少一些 關鍵問題是債務這玩意兒怎麼辦 來兩組數據 2019年至2021年 新冠大流行導致發展中經濟體的公共債務急劇上升 平均從GDP的54%增加到65% 38個新興經濟體現在面臨或正在經歷債務危機 至少有25個發展中經濟體將政府收入的20%以上用於償還外債 上一次美國這麼拉美直接玩玩 GDP停滯不前 失業率 通脹 貧困 皆寵而至 直到現在也沒緩過來 不過這時候早已經不是美元可以橫行無忌的時代了 大不了不和美元玩了唄 所以有了去美元化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開始這麼幹了 以前也算美元一頭的印度 現在離群 有個數據很有意思 印度今年美元貸款一共只有68億美元 許多印度公司都取消了發行美元債務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4月以來 印度公司一份美元也沒借 這可是2009年以來從未有過的 如果說美元資本是美國賺的快錢 那麼美元債務一定是最喜歡的 不僅能夠用美元牢牢控制住債務人 還能源源不斷地撈取實惠 因此 債務陷阱這四個字最適合美國 而美國政客一直用這個污衊中國 無外乎認為我們動了它的蛋糕 本月上旬的時候 美國發布了所謂美非合作倡議 國務卿還親自去了非洲 除了宣傳自己有多好以外 就是不斷抹黑我國的債務 什麼債務不透明 利率非常高等等 基本上沒有一句真話 尤其是擺在眼前的事實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企業 收取非洲的利率是浮動的 平均利率是中國的兩倍 此外 說我國債務減免力度不夠 之前G20達成的協議 我們沒有很好的執行 不曾想到半個月時間 我們就用事實打了美國臉 在近期的中非合作論壇上 我國宣布了 免除非洲17個國家23筆債務 需要指出 美元債務是一塊柔性大刀 對於美國收割財富來說至關重要 這些年我國對外投資越來越多 避免不了會被針對 這點我們要更加重視 尤其是世界銀行 IMF等散財童子 美國一定會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搞事情 我國與這些機構打交道不可能中斷 但也不得不警惕